大家好,我是SinSpot動影地帶的影評人Counter Artists 今天又有我和Mike和大家一起講評電影 首先再次請大家幫忙分享一下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Facebook Group 或者討論區也可以分享我們的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講電影的頻道 今個禮拜我們會繼續講新片 上個禮拜我們也做過預告 今次會講的就是奇異旅合之挽救宇宙 這部電影其實上個禮拜已經在香港上演了 但大家都知道這部電影劇情比較複雜 要少許時間去消化 所以我們就等到今個禮拜先去講 這一部電影就是故名思義 看電影名就知道 就是食證多元宇宙這一條水 這其實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但因為最近在漫威電影裡發揚光大 甚至像他之前有些電視劇 又或者最近這幾部電影 《蜘蛛俠俠俠俱代》 都是講多元宇宙這一樣 所以今次這個奇異旅合多元宇宙 剛好又是說這件事 所以就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這一部電影的故事簡單來說 就是講一個在美國的華裔的sir line 楊子瓷 他在家裡開一間洗衣店,但他和夫婦關係不是非常好,又搞離婚,他和女兒的關係不太好,因為女兒有同性戀,但他又不太接受 他又被稅局查稅,經歷了很多人生危機,但他在偶然機會之下發現了多元宇宙這件事,靠多元宇宙開始進行挽救自己的家庭和事業的過程 這部電影是由A24廠商推出的,如果大家有留意的都知道,這間公司是過去十多年荷里活的比較耳君突起的製作公司 他和這些荷里活大廠有不同,專門派一些和主流有分別的半商業電影 其實他之前也推出過很多有口碑的作品,像去年Michael也很喜歡的《Green Knight》 都是他的出品,這次據知他已經打破了A24出品電影的最高票房紀錄 說到這部電影,口碑也很參差,有些人稱讚到天上有地下沒有 好像之前在台灣上映,或者最近在香港也有很多人稱讚,好像沒得彈神作那樣 但有些人說很悶到嘔,很難看 這部電影,我知道你也看完了,你又覺得你是屬於哪一派呢? 我是屬於悶到嘔的牌,我覺得這部電影完全是會是我今年這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提名作品 因為在這個爛番茄那裡,它是差不多九十幾%新鮮度 所以再加上我們Cine Sport裏面的另外一個影評人,BioMan 他也是高度表揚這部電影 所以其實準備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是滿心期待 還有,也都是人說他玩這個多元宇宙 玩得好過近來這部奇異博士的 因為那些人這樣說,這樣聽,然後抱著這些滿心期待去看的話 那我發覺這部電影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長了一點 那它中間那些情節,有些聚事的方法有少少重複 稍為長,為什麼會是屬於這個覺得悶到嘔的派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大概一小時的時候,我就開始覺得有些忍不住 想看看究竟這部電影什麼時候完結 然後我看到一小時二十分鐘的時候,我就忍不住要抹下 我已經頂不住了,覺得有點悶了這樣 那雖然後來過了一個小時二十分鐘之後 那他又有一點起伏,那我都繼續看下去 那但是整體來說的話,我覺得他有他的亮點 例如楊子瓊的表演,還有他有些裡面想帶出很多訊息 我覺得有些是OK,有些也是他那個多元宇宙的玩法 都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實在是太長太沉了 我想說多一點就是,我對他還有一個批評 不過我就想先等你說完之後 我再遲些再說我這個覺得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好啊,那我就說一下多元宇宙這件事 其實你說到這件事又不是真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好像之前說的奇異博士都說過 多元宇宙這個題材,很多以前的電影都拍過 好像是《回到未來》系列 好像你常常提過了 又或者其實如果你說回這部戲,就是他的男主角關繼威 那他除了是之前拍過《奪寶奇兵》之外 其實他在20年前都去過香港拍戲 那跟這個鄭伊健一起主演過一部戲叫《無限復活》 那這一部戲其實都是劉振偉的執導 其實都是說一些類似多元宇宙的東西 就是平衡時空的東西 那一部其實都玩得挺厲害的 所以你說如果你說多元宇宙這件事 那這部戲又不是說真的超級有新意的 那但是只不過這麼說 我覺得他在執行上 就是講故事的技巧上面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其實他戲裡面都挺複雜的 又有很多個不同的宇宙在進行 那但是導演和編劇他們其實都交代上面 都算是有條不問 就是好像舉例說,一開始他在稅局那裡 他是好像從打人之後開始 其實已經是再分析了另外一個出來 那所以如果大家看回去 其實導演就用了這個手法 就是好像是用一個畫幅 就是他來交代了一個不同的宇宙 就是他好像開頭 其實好像大概是16比9 1.85比1的畫幅 然後後來就不知為什麼變了2.35比1 那去到那個畫幅 大家就知道其實去了另外一個宇宙了 所以我覺得他純粹在交代這個故事 在敘事方面我覺得是合格的 就是以一個這麼複雜的故事來說 他大概都可以說到有條不問 大家都不會看不明白 或者至少這樣說 就是我看完一次 我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需要再看 又或者去上網找些資料去填補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那已經算是OK的了 那我也覺得他敘事的方法 其實就是技巧上面我覺得是OK的 那我其實對他的批判比較大的 我覺得可能在美國 我們看很多所謂的Asian American的電影 那小弟當年20年前來到美國讀書 就讀了一個class就是說這個Asian American Film Study 那他裡面我發覺有一個主題是很環繞著這些 在美國的華裔、亞裔的電影人 就是怎樣打破這個傳統 因為我覺得對很多就是在美國成長的亞裔、華裔來說的話 就是他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地方 但是他們的樣子又不像外國 但是他們又其實是一個很美國人的一個人 因為他們在那裡 但是他們家裡的成長背景或者家庭可能是有一些移民背景回來 所以有時候他的父母通常都是他的父母 因為以前比較強調的父親社會 就是一個很傳統很嚴肅的一個亞洲的嚴父 那樣樣東西都很傳統 每樣東西都很規範一些子女的 那在那些戲裡面 尤其是是女性為主角的電影 其中一個常見的情況就是 就是一個女主角就要加一個白人、男人 那就叫做她變成這個美國 她可以完全美國化了 還有跟這個中國的傳統的家庭做一個決裂 那這個就是當年我20年前來看的 就是美國亞裔電影的一個中心思想 那我覺得就不是最能夠接受 可能我自己作為第一代移民 那對於ABC來說的話 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跟家庭決裂呢 那跟著看回這部電影 那其實我起初有一點驚喜 就是都不錯 就是這個母女的問題最終都可以解決 但是跟著看完之後我再想三層 就是她的解決方案也是 就是楊子晴這個媽媽 她原本是不喜歡她的女兒 是一個逃生戀者 有一個女朋友 那她雖然是已經叫做接受了 但是她仍然在別人面前 或者是她自己人在她爸爸 這個皇宮的面前 不肯就是很坦白的 她將這件事去表達出來 那就是看到她仍然是有所保留 那這個就是在故事來說 就是求成一個主要的故事線 那但是你跟著想回 就是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的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媽媽最終要接受那個女兒 是寄的 那她還不只要接受她 就是其實你想想 就是她不只要接受 她還要將她這件事 是覺得OK 那大家一個家庭 可以融合相處的話 就是因為媽媽可以接受 一些她之前不接受的東西 那而就是年輕的一代 就是她們要反叛 或者她們有自己的主意的話 在20年前的戲就是 我和我家決裂分開了 那我就美國化了 那在20年後的今時今日 因為政治正確的原因 就是我除了我要自己 做一些我父母不認同的事情 我還要令到我父母最終認同我 做這些他們不喜歡的事情 這樣就叫做成功了 那一個好的父母就是 你要有一個很開放的心 無論你的子女喜歡怎樣 是不是搞機也好 變性也好 或者無論是 任何你不喜歡她做的事情 或者一些 只要是政治正確的事情 你只要接受了她 那你就有一個好的父母 他們就是一個美滿的家庭 他們就可以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是20年前和20年後 其實都是一些舊走新平 只不過她現在的包裝 是一個多元宇宙的包裝 她現在是一個好像萬威 因為萬威那條水 她用這個方法 但是其實她那個美國亞裔的心態 我覺得20年前和20年後 其實都是差不多 這件事其實是我比較不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兩代之間的相處融合 你看回很多這裡的亞裔電影 算是之前我們說過的那個《Turn Red》 就算是給小朋友看卡通片 裡面的訊息都是這樣 就是女兒說我要去看《Fortown》 要去看現場會的父母 不讓我看 最終父母也要放棄 你去看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總之你們做什麼的話 我們都會支持你 有好有不好 但是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我對這套戲最大的批判是這裡 那沒辦法 現在這個已經是美國 就是主流流行文化的一個主流思想 我可以說變了 就是無論你接不接受也好 結果就是要宣揚這件事 那好像你剛才這麼說 除了這套戲之外 好像之前那套卡通 《Turning Red》這個《紅泡青春記》 基本上都是說類似的故事 說來說去都是 就是他想發佈的訊息 都是差不多 其實說回這套戲 我和你的想法大致上都是相似的 其實本來我最初看下去的時候 看到中段石頭的位置的時候 我曾經都以為這套戲 其實是說楊子晴自己 就是說他怎樣去救贖自己 但是如果你說下去 之後再發展下去的劇情 原來都是說這個母女的關係 而那個母女的關係的發展 就像你這樣說 最後結果就是 那個女兒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是那個媽媽呢 就是最後只能夠接受 就是無論那個女兒做什麼 她都只能夠接受 才可以維繫到這個家庭的完整性 就算連那個公公 就是很老的那個 都是被迫要接受這個新一代的想法 而不能夠保留自己 那就變成了 就是只有年輕一輩就有自由 但是老一輩的人就沒有了自由 好像 是啊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看回美國的電影 還有就是看回亞洲的電影 我記得你看看亞洲的電影 就算中國台灣有時候 很多日本的電影 反而我覺得 就是會說一件就是你一個人的宿命 就是有很多就是亞洲的電影 就是說你的宿命是怎樣 就是無論你做什麼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去避開 那我覺得跟就是亞洲的文化 和就是比較群體生活為主的文化來講 會說多少少是宿命 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崗位 或者一個群體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那如果有些人偏離了你自己的崗位的話 那你就會影響了整個群體生活 所以在亞洲電影是說很多宿命的 那但是在美國的電影 就會是說很多 怎樣去打破你的宿命 在美國來講 那尤其是就是 我們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美國亞裔的電影 那是很多時候就是打破宿命 但是只不過我最不喜歡的那件事 就是我剛剛都說過就是 他們的打破宿命 永遠是跟家人有一定程度的決裂 那還有在現在就是新一代的就是變成就是 你父母或者你這個傳統的話 就一定要融合回這個主流的思想 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的思想 那你才可以有一個融合的情況 那還有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劇套戲裡面 他不是很直接的說 但是其實稍微好 就是他有抓過的也都是 就是楊子瓶和他爸爸的關係 也都是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還有就是楊子瓶也都是很批判他爸爸 就是當年為什麼那麼容易就放棄他 就被他跟了關繼威那麼走老的這樣 兩個走了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你剛剛這麼說 就是每一代這樣都是 就是一定要父母要順從 年輕的這樣就是 就是題外話這個 但是說一些題外話 我知道好像說在台灣 他們就是翻譯的字幕 都好像有一點點 東西罵了出來 不如你介紹一下 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其實台灣那裡 翻譯的字幕的問題就是 他說他那個字幕很多時候 就是那個表達的意思 除了是直役之外 那個逆者還加插了很多自己 對一些對白又或者劇情的見解在裡面 就是好像舉例說 他好像那個石頭宇宙那裡 那有一座對白好像是 說楊子瓶那塊石頭 就叫他女兒的石頭 就叫他女兒的石頭 但是中文字幕就好像逆造 你現在變成黃岸石 那就是好像有些人就覺得 有些好像是過度翻譯了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 其實翻譯字幕這件事 我覺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所謂用一個簡而清的方法去做 就是用簡單直接 把張元文那個英文的字 翻譯成中文 其實我覺得這就足夠了 反而如果你這麼 就是加插這麼多個人見解 就變成好像 好像在翻譯小說那樣 因為始終我覺得 其實電影的作者 就是導演 而不是這個譯者 所以 除非這個字幕翻譯 就是或者 導演去認可 就是他覺得可以這樣譯 否則的話 就是如果你引導一個 就是如果一個譯者 去引導一個 觀眾去理解電影情節 或者接收信息 就其實是有些變成 好像越早代跑 那樣的意思 我覺得 就是變成好像是一個譯者 用強迫去 觀眾 用他的角度去看一部電影 剝奪了這個觀眾去自行 解讀原文對白的權利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我也同意你說 因為其實翻譯這件事 就是幾主觀的 還有有時候 就是 你也都要看回你 對那個 就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的 你本身那個譯者的程度是怎樣 那但是你其實你所說的話 在很多時候 在這個電影的命名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經常是 叫做沒有根據原文去譯的 就是如果你想回很多電影 就算是這套電影 那他的英文名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那如果你要用中文來譯的話 其實都會挺準的 任何事 任何時候 全部在同一個時間發生 那套戲的名字就好像很準的 又不是很好聽 那所以你香港就譯做叫做 神奇雷俠 是吧 挽救宇宙 那你知道 挽救這兩個字 就是 你的發音準確和不準確的話 就可以爭很遠 可以變成粗口 對不對 另外我聽你說 好像台灣的譯名 都是類似的情況 都是 是的 叫做 媽的多重宇宙 媽的 字面上就是 楊子晴做過媽媽的角色 那你說回整個日子 都沒有旅程 都合題的 如果轉一轉 媽的這個字 在國語都是一個粗口的諸音 所以 也是有一種 喚美的性質 我覺得 都 兩個譯名都可以接受 其實都不是說 一個大不了的事 但是我覺得 亦做黃安石 就肯定是過分了一點 剛剛我們就說了這麼多 這部電影都比較負面一點的東西 或者我們大家不喜歡的東西 不如就說少少這部電影的一些 所謂優點 我覺得 如果你說 除了我剛才說的序視 是可以之外 我覺得它的特效應用 其實都可以的 就是所說的電腦特技 以我所知的資料 其實這部電腦特技 好像只有幾個人 可能只有五六個人去做 而這五六個人 還不是一個特技出身的專業人員 他們只不過是上網看那些 YouTube 或者看那些網上 Tutorial 一邊學一邊去做 所以大家其實都看得出 整部電影很低成本 那些特技其實都是很簡單 很簡陋 但是呢 我覺得都幾貼合這個電影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都算是做得不錯 那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 可能大家會看得過癮 或者很多老影迷會比較喜歡的 就是它裡面很多其他電影 一些舊電影的 就是一些 好像致敬的元素 當中大部分都是華語片 例如好像他裡面 關繼威 其實他的造型都非常成龍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這部本來就是找成龍去做的 那如果找成龍去做的話 劇情本來就是以他為主 這個男主角 他變成一個婦女情 而不是母女情 那當然大家都會覺得 如果找成龍去做的話 就在香港就肯定沒有人看 第二 整套戲的賣點都可能不同 但是他雖然現在沒有找成龍 但是他以這個假成龍 關繼威 他裡面都有很多戲 其實都是向成龍電影去致敬的 好像他在碎谷裡面打鬥那場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他那些差不多可以說 每個動作鏡頭都跟 好像在紅番區裡面的一場動作戲 完全一樣 那另外就是好像還有 楊子瓶也是 他有一些動作戲 好像有一場 他好像金雞獨立那個姿勢 其實都是跟警察故事三 超級警察裡面的一場戲是一樣的 那另外就好像周星馳的功夫 又或者李小龍的灑傷折棍 又或者好像Q彪 甚至後來是另外一個宇宙的 一個比較浪漫化的場面 就好像黃家衛的花樣年華 2046 另外還有一場就好像 講他學功夫 或者跟那個 我忘記跟誰打 好像跟那個殺手打 尤其是一代宗師那場 在火車站那裡打了一場 有點遲 另外還有很多其他 Michael好像你也有 看得出有些是其他戲的影子 是不是 原本我還想說一下 你講完華語片的致敬之後 我講一下西片的致敬 不過你又提到Q彪 Q彪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這個故事一開始 其實就很Matrix 只不過他把這個人物反轉了 在Matrix裡面 就是Trinity去找Neo 在這裡就是關繼威的角色 Arthur Wayman 就去多元宇宙找楊子瓶 另外一個我覺得 你也可以致敬的 就是這個 Jennifer Ropes 那套The Cell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 很影像化的 就是那個女兒很影像化 就是化妝化得很誇張 穿得很誇張的那些 場景是好像The Cell那套戲 就是當Jennifer Ropes 去了另外一個殺手的Mine裡面 他那個很華麗的場面 我覺得他那個也有向過學 只不過可惜那個女主角的樣子 就比較強差人意 我本人覺得 這樣就有少少 就是 一般的 另外 你發覺他 還有這個 Sandy Cubic 那個Space Odyssey 那個21世紀 2001太空漫遊那裡 那幾隻猩猩 那些搶手指猩猩那些 那我覺得他們都幾醒目的 其實是用這些方法來 擺到這套戲裡面 那就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那個本身是一套 就是 笑片鬧劇的 形式來拍 那你再加上 向這些那麼多 不同的電影的致敬的話 那就可以吸引到 不同的觀眾 那就是很多 就是不同年代的觀眾 也都會對這套戲有 有興趣 尤其是 裡面的兩個 就是美國的男演員 也都是 就是美國的金草演員 那 那例如 拍攝公公那個 也都是 在很多 美國不同的電影裡面 都有出現過的華裔演員 那樣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致敬是 不錯的 他們都做得不錯 嗯 好 那這套 《奇異旅合多元宇宙》 我們就講到這裏 那另外 還有少少時間 那講多一步 就是今個禮拜 在香港會上映的一部日本戲 《總理之夫》 那這部戲 就是由一個同名小說改編的 那她的故事 就是說 這個日本 終於就誕生了這個女總理了 那但是呢 她的老公 就是一個 很有錢的二世祖 但是就是 其實都不是二世祖的 是很有錢的一個家庭的人 那是一個好像料理學家那樣的人 那她老婆做了首相之後 她就好像有點不適應 那當中就說一下她們兩個夫妻關係 以及這個女首相在一個官場上面 怎樣去應對一些挑戰 和一些所謂性別歧視 那這部戲 雖然這個戲名叫《總理之夫》 那我就覺得有些怪羊頭賣狗肉 因為其實她關於這個總理之夫 這個夫呢 就是這個丈夫的戲 其實不是太多 那這個丈夫的戲裡面 其實更多是做一個 好像類似一個 講故事 一個聚事者的角色 那她除了開頭那裡 她剛剛女首相上位之後 她被人陷害 那跟這個丈夫有少許關係之外 那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說回這個女首相的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整部戲主要來說 都是說回一些可以說是日本女性 在這個職場 或者在官場上面 所面對的一些困難 那始終日本也是一個比較 叫做中男輕女的一個傳統一點的國家 那雖然說已經是現代化 但是仍然始終是 保留一些亞洲的傳統文化的特色 那所以女性要在職場上面 就是做一個領袖 或者渣旗其實是比較難的 那所以在這部戲看得出 那雖然女首相都已經很精明了 包括她是被她的丈夫被人陷害 也是靠她搞定 又或者之後那些政治對手的挑戰 又或者各樣東西 都是她一手一腳去解決問題 那但是最後呢 她也是定不了那樣東西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她 有了懷孕 結果因為懷孕這件事 導致她雖然這麼厲害 但是結果也是沒有辦法留住這個 手上的職位 可想而知 在這部戲裡面 雖然她說到這個女性的地位 已經是提升了很多的了 但是在面對一些 所謂人生的重要抉擇的問題上面 始終都是無法去跨越了這個性別的航溝 所以看來其實都有點悲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我覺得是OK 但是又不是好看的 是因為她整部戲的包裝 就是看回她的電影海報 又或者她的宣傳片 等等 女會覺得她是一個瘋狂喜劇 很搞笑的戲 但是看來就發現 其實也不是十分搞笑 又或者真的令人覺得好笑的場面 真的不多 反而越看就越覺得 其實是有一點點令人難過 所以這部戲 我覺得都OK 但是我不會是一個非常推薦的戲 是啊 現在其實你講的這部戲 和剛剛講的《神奇旅合》 都是一些像是想打破傳統的電影 我覺得對於日本這個 這麼重男輕女的社會來講 有一些這樣題材的電影 其實都是挺前衛 就是向著一個進步的 progressive 的方向在發展 但是正如你說 原來她是不敵這個生寶寶 又變成了好像不是很氛寶的一部戲 大家儘管看看 你看看你之後 覺得你的看法是怎樣 好 由於時間有限 今個禮拜我們暫時停一停 上個禮拜開設了這個 《吳君如焦點影人》的專題 留下個禮拜 或者之後再繼續講下去 始終這個《香港國際電影節》 還要等到七、八月才舉行 還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有更多時間去重溫她的戲 之後才開始 還未遲 好了 今次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討論其他的新戲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幫忙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又或者可以在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或者Spotify 聽到我們的節目 喜歡文字版影評的 就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Cinningspot.com裡面查閱一下文章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